稍早之前 NBA官方公布了今年全明星的东西部首发球员名单 其中有两个新面孔 除了灰熊少主莫兰特 已经在联盟闯荡八个年头的状元狼维金斯 也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第一个全明星之旅 且还是以首发身份入选 确实是让人感慨不已 这样一来 森林狼昔日三少维金斯 唐斯拉文都得以解锁全明星成就 不同于唐斯拉文都是以替补身份积身全明星舞台 维金斯这一来就作文首发位置 也让两人分外眼红 而本次在克利夫兰举办的全明星周末 昔日的森林狼三少很有可能就此迎来重聚 作为当初第一个离开球队的拉文 在之后转头公牛 虽然在芝加哥他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巅峰 多个赛季交出20的数据 但奈何球队战绩不佳 拉文也并没有受到青睐 直到去年拉文在拿下生涯最佳的27.4分5篮板 4.9助攻的情况下 才终于以替补身份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全明星之旅 而本赛季公牛暂时以30胜时欺负的战绩位列东部第二 作为球队的2号得分手 拉文场均可以拿下24.9分4.9篮板4.3助攻 带队战绩杰出 个人数据出色 大概率应该还是可以迎来自己连续第二年的全明星之旅 至于已经入选过 两次全明星的唐斯 18年19年 本赛季仍然可以交出24.3分9.4篮板3.7助攻 1.1抢断1.2盖帽的全能数据 并且帮助森林郎暂时以24胜24伏的战绩位列西部第八 而在稍早之前 森林郎主帅克里斯芬奇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谈到了关于唐斯没能进入全明星首发的话题 我并没有感到失望 我认为他本赛季打出了全明星级别的表现 他还有机会入选 我相信他会的 对此唐斯本人也信心满满 在今天和勇士的比赛结束之后 唐斯也表示 我为维京斯入选全明星感到开心 我等不及在克里夫兰见到他了 言下之意 唐斯对于本赛季可以躋身全明星舞台 非常有信心 毕竟目前西部封线位置上的两位热门人选伦纳德 乔治都因伤不能出战 而唐斯在个人数据和带队战绩都还挺不错的情况下 自然有机会以替补身份入选此次全明星 这样一来 昔日森林郎三位前例新星 还真有可能在这次克里夫兰迎来重聚 时间回溯到16-17赛季 虽然这个赛季是唐斯、维京斯、拉文联手的第二年 但恰好也都是这三位展现出竞争力的一个赛季 这个赛季 唐斯场军拿下25.1分12.3篮板2.7助攻 维京斯场军拿下23.6分4篮板2.3助攻 而14年的13号秀拉文则轰下了森林郎生涯最高的18.9分 可惜因为在17年2月份遭遇ACL撕裂的伤势 拉文遭遇赛季报销 森林郎的三巨头组合也在那之后遗憾解体 休赛期拉文更恩被森林郎打包到公牛 从而换回吉米巴特勒这个防守大闸 森林郎在之后一个赛季 机身季后赛舞台 而拉文则在公牛成为核心 此番三人如果真的可以在克里夫篮重聚 确实会让不少球迷感慨万千 虽然其中有两位都已经相继离开球队 但也正是这次分离 使得他们都在之后变得更好 Berry事物 糊塗 崩盘 你是 换回